很難忘的婚禮,分享一下新人 我最記得一定是隨直趕晚的一個婚禮 對婚禮是一對很甜蜜、很有愛的婚禮 他們很重對對方的感情 我們在整個婚禮的planet裡面 我們放了很多關於他們的消息之下 對於他們來說,他們想客人可以了解他們兩個人 所以我們在婚禮裡面加了很多關於他們故事的小元素 在園圈那裡行禮 然後我們會送客人一起去banet那邊 那程車我們就特意安排了一輛巴士 原因不是純粹因為我需要一輛交通工具去場地 而是因為那個巴士對於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是一個乘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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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他們是在 那個男生呢 即是新郎是在巴士上面向女生表白 而那個女生是like I'm ready 這樣 下車 上車之前呢 他們都仍是single的 但是一下車之後呢 他們就一起了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 巴士太多人 他們就要分開座的 所以那個男生就在這個圖中 就發了個訊息給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就跟她說 我好 I'm ready 因為那個男生其實追女生 都追了一段時間 所以那個女生就說 I'm ready 所以他們下車的時候呢 其實是拖著手走的 所以我們在巴士上 我們就做了一個小遊戲 原來呢 坐了在新人當日定情那一天 坐了在各自那個位的客人呢 是有一個小禮物 我們是說了這個故事給他們聽的 所以那些奔客其實坐在巴士的時候 可能就是剛才所說的 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穿得那麼漂亮 又撐著高山鞋 我又要這樣 但是我們其實說了這個故事給他們聽之後 其實大家都是 還有大家是不知道的 可能連他新人的爸爸媽媽自己都不知道 嗯 所以其實就是 那天我真的坐了一個巴士 但是會有這樣的 其實真的很開心 他們又會知道多些新人 有的就是 然後奔客就很get ready 因為好像已經warm up 一來到Bairquette Hall的時候 我們還有其他東西 所以他們說了很多不同 第一次 他們大家一起經歷了 第一次去旅行 第一次去一個地方 不同的地方 很多做workshop 第一次 那些奔客剛才warm up 了嘛 再來到這個Bairquette Hall的時候 就明白了 整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不同的 我們不是用桌號的 我們是 每張桌是有個名字 而那些什麼 就是新人的第一次 例如剛才Winnie說的 第一次 就是他們去的旅遊的地方 或者他們出生的地方 都拿去做桌號 那可能那些客人來的時候 本來是不知道的 我純粹奧對方名 但是當我們把整件事 連繞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story就在那裡 那種禁物就在那裡 剛才Cathy也有說過 我們有一個小遊戲的 其實當中 我們都還有一個element 就是我們準備了一份禮物 送給中了獎 那兩位客人 那份禮物都不是隨便買過 那份禮物是一個很大顆的金箱 那其實這個金箱也是有它的意思 就是因為呢 第一次男生送給女生的情節禮物 就是一顆很大的堂 那我們就想比喻這件事 模擬 那就做了一份禮物出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要做一個很有感覺 很有意思的禮物 不需要放很多錢 已經很fancy 沒錯 其實所有這些小細節 我們都可以work out 出來 我覺得那些細節 是令到他們觸動到 那件事比你 洗可能一百萬的鮮花 那件事 就是會鬧氣很多 就是好像看一套戲 故事性能夠入心入肺 我覺得是 還有那個Wedding 其實有一個video 是第一次的video 嗯 嗯 其實就是 找了爸爸媽媽在一起 就做了一個小訪問 就是問爸爸媽媽很多個第一次 例如你第一次見到你太太 或者你第一次見到女女行的事情 很多第一次 其實大家看完那個video之後 大家是真的 哇 哭了 有笑有哭 其實是 其實是這個 很感人 嗯 嗯 剛才Rexy有說到 美不美的一件事 我好記得有一個婚禮 就有一個很特別的element 就是一輛雪糕車 一些小小的 雪糕田圖 就是一個comb 那當然 那些賓客去到的時候 我就會想 我記得這次我不是吃cupcake 我是吃雪糕 OK 但呢 其實那個雪糕車裡面 只是只有雲利辣雪糕 嗯 就有不同牌子的雲利辣雪糕 但是當時那些賓客 正常人都不會想的 就是說 OK 平時我都可以夾一下糖 吃一下cupcake 嗯 嗯 但其實呢 我們在婚禮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小環節 其實是帶回 為什麼是雪糕車 嗯 原來那個女生 新娘子 認識新郎哥 一開始的時候 就問她 你最喜歡吃什麼 雪糕 嗯 嗯 之後 新郎哥 就跟新娘子說 啊我最喜歡吃的雪糕呢 是雲利辣味 嗯 那那個女生就覺得 哎慘了 我遇上一個玩蛋 就是因為 為什麼 就是你不選 朱古力 有這麼多的味道 對 他永遠都只吃雲利辣味 只吃雲利辣味 那怎麼知道 慢慢他們 就是 認識大家多了 深了 那個女生就發覺 原來那個男生 是喜歡嘗試 不同的雲利辣味 就是不同的雲利辣豆 就是在不同各地 就是去到每一個地方 都會試雲利辣水 所以這個就變成了 他們當中的一個 一個共通 就是那個女生又更加了解 那個男生也都很欣賞他 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呢 其實那個雪糕車 是帶出來 就是他們 愛情故事的一個小部分 我覺得有一件事 經常有些人說 用心去做一個service 或者用心的事件 其實我覺得用心 是除了 投入那件事之外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之後你能夠 記得當日新人的故事 比如剛才那樣 很明確地記得出來 或者我拍完照 很明確地記得出來 整件事 我覺得這樣就是用心 去做一個service 我覺得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了解 多一些關於分禮等酬的業務 或者那個service 可以去他們的網站 或者是隨時inbox 問他們的事 或者有時候 可能遇上 有些分禮 當然有些小問題 可能問一下他們 我想他們都不會介意去答大家 好嗎 希望剛才的分享 幫助到大家新人 希望遲些再訪問他們 好嗎 那我們今天是這麼多 拜拜 拜拜